一个人如何做这个计划呢? 它是通过理智来做的。 如果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日常工作中做这个工作, 他就采取了计划, 也就是他能够正确地理解工作的开始。 他带来了是的, 这是一个聪明人, 这是一个聪明人, 他能把事情从正确的地方做起, 到正确的地方进行到底。 这就是聪明人, 国家在我们魔鬼的力量, 他们连政治的基本知识都不知道。 他们不知道只有权力才是享乐和陶醉, 里面没有计划。 他已经摧毁了国家, 他们不知道什么国政民族大事始末中, 一事无始, 始措,始措, 万事皆获, 无计划, 为什么没有计划, 因为没有智慧, 他只是愚蠢的谷, 他不是计划, 现在看看其他领域的这种情况。 阿弥陀佛摩米尼说没有像计划这样的智慧, 没有智慧, 没有智慧。 我多算了算, 聪明人就是能把工作的事情处理好, 能正确地开始和完成工作, 能很好的计划, 能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工作。 据说这是一个狂妄的人没有智慧, 没有比智慧更能带来利润的财富, 没有像智慧这样的智慧, 没有比计划更伟大的智慧, 也就是没有比计划更有利可图的东西。